今天呢我们讲解裤子的放码方法 这个呢是一条女装的裤子 这边是材片 那放码之前呢 首先还是要了解荡叉 我们看一下裤子的荡叉 裤子的荡叉呢 腰围和铜围是4公分 就是腰围和铜围的荡叉是一样的 每个码相差4公分 然后裤长的话 荡叉呢是2公分 就是每一条 每一个码荡叉呢是相差2公分的 这个裤长 前直荡就0.7 后直荡呢就是0.8 前直荡呢就是前浪 前浪线的荡叉0.7 后浪的0.8 然后呢腿围 膝围还有脚口呢都是2公分哦 腿围和 腿围还有这个膝围 还有脚口都是2公分 裤子的荡叉呢就只有这些 裤子的荡叉已经了解好了以后 我们就根据这个荡叉来推 推板之前呢我们还是首先要设置尺码 我这边呢只有三个码 我不想要三个码 我想要多一点 那你就点击设置 然后点开号行名称设置 点开了以后呢在这上面补上几个码 我们现在呢选择的C系列 这个ABCDE系列 每个系列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选任意选择一个系列 在里面呢输入你想要的尺码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还是选择C系列 然后在上面呢加两个 加一个加小的 XS 然后下面呢再加一个加大的 我们用五个码或者六个码来推 然后加好了以后呢 加好了以后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呢是颜色 颜色每个码呢最好是颜色不一样啊 不要两个码一样的颜色 那我们这里M码的和加大码的一样的颜色了 我们就点击它 然后重新设置一个颜色 设置好了以后 点击这个颜色的框 然后就会跳出来一个颜色的设置 然后再确定 设置好了以后再确定 然后下面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有五个尺码了 有五个尺码了啊 只有基准码有颜色啊 只有基准码有颜色呢 我们要把每个码这里 就是每个尺码这个栏里面呢 都要有颜色 因为呢只要有 只有有颜色才有网样图出现 没有颜色就没有网样图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地方设置成有颜色的 就点击一下 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显示层 显示层点击一下 让它变成推板设置 变成推板设置了以后呢 在这个尺码上点击一下 让它颜色啊 推板设置只要在这个尺码上点击一下 每个码的颜色都有了 设置好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推板设置关闭 让它回到显示层 这样子呢 每个尺码都有了 我们推的时候才有网样图产生啊 才有网样图 如果你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尺码啊 这个尺码没有颜色 是没有网样图产生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设置成有颜色的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推板的界面 推板的界面呢 只要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里有个打字 点击一下切换到推板界面 推板界面切换过来了以后呢 我们先从后片开始推 首先呢 先推腰头 这个腰头的宽度呢 每个都是一样的宽 腰头的宽度不用推 但是长度会推 长度推什么呢 推腰围 因为这个腰围的档差是四 整围是四 后片呢就二 前片也二 因为我们四除以二嘛 因为前片 前片 后片加起来就是整围 那你这个整围是四 那前片呢四分二 后片呢也是分二 分二了以后呢 这个后片这里 后中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一边呢 要推过来一点啊 因为它有两个边 这个边呢 就一公分 这个边呢 也是一公分 所以呢 我们就要用移动点工具 把这两个点框起来 腰头的这个两个点 水平方向呢 我们要输入 这个推板的 这个档差呢 是一公分 然后呢 再确定就可以了 数值方向呢 是不用推 因为这个腰头的宽度呢 每个 每个尺码的宽度 一样宽就可以了 所以呢 输入好了以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框这边这个点 框起来了以后呢 然后水平方向 输入负的一 向左 向左呢 我们就要输负的一 好了以后呢 这个腰头就可以了 可以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腰头 中间这个点呢 把它变成这个 用要素平行点工具 框起来这个点 点击中间这条线 然后去 然后呢 在这个里面输入0.1 再确定 这样呢 也可以 或者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 选择这个 要素平行焦点 框起来这个点 点击这条 再点击这条 顺着它过来 这样子腰头 让我们的 网样更顺 但是档叉呢 它是没有变 因为我们上面呢 上下都是一样的做法 然后呢 这个腰头的没有档叉 一样的啊 所以呢 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的 更比较 比较好 我们可以每个码点开看一下 在下面显示层这里 点击尺码 就是每个码的都有 这样子的话 你看每个码的腰头 都是顺的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推板展开 这个腰头呢 就可以了啊 腰头呢 很简单 只要推 一边呢 一边推宽一公分 然后我们再用 要素长度测量工具 同学们注意了啊 要素长度测量工具呢 只能点击 不能框选 如果你框选的话 每个尺码都会框选起来 然后它会合在一起的 这个长度 我们只要点击一个尺码的 就可以了啊 点击M码的 或者呢 我们点击下下面的M码 让它显示一个 不要显示网样图 然后框起来 这个腰头 右键结束 测量它的档差 两公分没错 这就是我们腰头啊 腰头呢 推宽两公分 然后再点击推板展开 推板展开了以后 我们可以选择 对齐工具 框起来一个点 对齐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推错啊 看一下这个网样图 有没有焦点 你看我这个地方呢 框起来以后没错 那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着 我们这个没有推错 就可以了 对齐工具呢 在这个推板里面 对齐工具呢 是检查你又没有放错的 就是框起来一个点 对齐了以后再检查 所有的码数 然后现在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推 后片的这个 后片的这个腰呢 腰头呢 是整片啊 这个腰头 它是整片的腰 那这个材片呢 后片呢 它有两片 那这个腰头的话 两片呢 就要 本来是要推宽两公分的 但是我们现在 把它分成了两片 那一片呢 就是一公分 一公分呢 就是侧缝这里有一个边 后浪这里有一个边 所以呢 我们就要 一边推0.5 所以我们用移动点工具 框起来后片腰头的这个点 水平方向输入负的0.5 输入好了以后 确定 然后再框右边这个点 水平方向输入正的0.5 然后确定 确定好了以后呢 这个后浪呢 挡差是0.8 0.8 那我们都是往上推 包括这个裤长 裤长我们档差呢 是两公分 然后我们也是往上分0.8 所以可以把这些点全部框起来 数值方向里面输入0.8 输入好了以后确定 这样呢就可以了 可以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推这个口袋 口袋的话是 每个码推宽0.4 口袋的档差每个码推宽0.4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边 这边有一个边 所以这样子推比较均匀 因为呢我们这个带口呢 是做在后中 中点下来的 所以呢我们每个码推宽0.4 那两个边 一边就0.2 所以用移动点工具框起来 这两个点框起来以后 水平方向输入 负的0.2 输入好了以后确定 然后再把这边这个点也框起来 水平方向输入0.2 输好了以后确定 这样呢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点击每个码看一下 点击加小的 都是在这个中间 这个口袋啊 口袋都是在这个省的中间 一边一半 然后小码的 中码的 大码的 加大码的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再点击推板展开 这样呢就可以了 腰头的话 这边只有一片 后片总共两个这个材片 那这边一片呢 就是一公分 左边0.5 右边0.5 加起来就刚好一公分 我们可以用这个要素 长度测量工具 测量它们的长度 点击它啊 测量它们的长度 0.99也就是一公分 这是我们的腰 好了以后呢 再来是这个腿围 腿围和臀围这个地方 臀围这里我没有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放码点 没有放码点呢 我们可以 因为这个臀围的跟腰围的是一样 它顺着这里换过来 我们臀围这里也是一样的荡差 包括腿围 腿围呢也是一样的 腿围的荡差是两公分 这个腿围 腿围的荡差是两公分呢 我们这个地方 腿围的话 它这个整个维度是前片加后片啊 所以两公分前片分一公分 后片分一公分 因为这个裤脚的这个腿围 它是 一个裤脚就有一个腿围 它挡差是两公分 所以我们这边后片这里分一公分 一公分呢 它有两个边 就是侧缝这里有一个边 然后这边 后龙门 后龙门这里有一个边 所以呢就是两个边 一个边呢就是0.5 用移动点工具框起来这个点 然后呢水平方向输入负等0.5 输入好了以后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同围线这里加一个这个放码点 选择增加放码点工具 点击这条线 差不多同围线这个位置呢 加一个放码点 然后再用移动点工具框起来 水平方向输负等0.5 这个同围和腰围是一样的 一边0.5 然后这边呢也可以啊 就这里呢也可以增加一个放码点 选择增加放码点工具 点击这个侧缝线 在同围的地方点击下 增加一个放码点 再用移动点工具框起来这个点 水平方向输入0.5 输好了以后确定 这样呢就可以了啊 同围的位置 左边0.5右边0.5 加起来的档叉就是一公分 一公分呢前片 这个是后片一片的材片 两片呢就是两公分 那整围的腿 整围我们分成了四片嘛 前片两片后片两片 那整围就是四公分的档叉 所以一边0.5 然后臀围这个腿 臀围这个地方已经放好了 腿围的位置呢 你可以加一个放码点 就是从这个地方 加一个放码点 选择增加放码点工具 点击下这条线 再要增加放码点的位置 点击下 增加一个放码点 再用移动点工具呢 框起来 水平方向里面输入0.5 输好了要确定 因为这个腿围 因为这个腿围 档叉是两公分 腿围呢是前片加后片 就是一个腿围 那我们这个后片呢就一公分 前片呢也一公分 总共腿围 总共的这个腿围就有两公分了 所以呢一边0.5 然后细围跟脚口是一样的 细围呢跟脚口也是一样的 脚口的整个维度 因为一个裤子 它有两个这个 就是两个腿的 然后再用移动点工具